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省港澳都是近水多水的城市 所以都有兴建大橋来沟通市内的交通往来的需要 究竟省港澳这三处地方兴建大橋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 而这三处地方哪处兴建大橋最早 有哪处兴建大橋最多的呢 在省港澳这三处地方之中 最先有大橋出现的就是广州 广州之所以兴建大橋实在是有它的迫切性的 因为这条宽阔的珠江就将广州的河北 以及河南是划分为两部分 以前的广州市民由河北过到来河南 就全靠那些船身窄小的黄水岛来横渡珠江 因为这些黄水岛是速度太慢了 又不是那么安全 所以当时广州市民认为横渡珠江都是可免则免 正因为是这样的 所以广州市的河南和河北 始终未能连贯成为一器 因此阵外了很多方面的发展 情况是直到1933年2月15号 珠江大桥落城启用开始正式通车 才将这个形势扭转 然后局面才大为改观 这条海珠桥当年落城启用的时候 真是全广州市民都非常之兴奋 可以说全城控洞的 通车典礼那天真是人山人海的 当然了 因为自此之后 广州市民就可以坐车过去河南 就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 一定要坐船过岛 而最重要的是自此之后 河北和河南连贯成为一个整体 现在横跨珠江南北两岸的大桥 总共有九条那么多 可以分担海珠桥的富河 但是海珠桥在广州市民的心目中 始终是非常独特 非常超然的 澳门它起桥的迫切性就没有广州那么紧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澳门市区的发展就集中在澳门半岛那树 而那树并没有被河水或者海水分隔 所以就没有起桥的需要 但是近这十几夜年 因为要扩大澳门市区的范围 所以就要大力的发展露幻和淌制这两个雷岛 为了要将这两个雷岛和澳门的市区连成一气 就一定就要起大桥 在此之前 澳门市民如果要去路环或者淌制华 就唯有靠这些环水岛或者街岛来捐过海 这样寄慢又不方便 澳门的第一座大桥是什么时候兴建的呢 原来它就在1970年开始动工 到1974年的10月5号 诺城通车启用的这一条 奥吞大桥 这条奥吞大桥 全长有2569公尺那么长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运营土 结构桥梁之一 它的外形非常之独特 两边低中间零零碎是高起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方便船只可以在它中间桥梁下面通过 但想不到就是因为这样 反而增加了它的视觉效果 除此之外澳门还有两座跨海大桥 分别就是1994年 诺城启用的友谊大桥 还有在2005年诺城启用的西湾大桥 此外还有通往珠海横琴的 这个是莲花大桥 它是在1999年落成启用的 香港在20世纪的60年代 即是三四十年前 曾经就市区里头 应该兴建海底隧道 亦说是兴建跨海大桥 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很热烈的争论 结果终于决定兴建海底隧道 那红磡海底隧道 在1972年落成启用之后 香港自此一直没有兴建任何大桥 反而还增建了东区海底隧道 以及西区海底隧道 后来怎么会出现转机呢 原来就是政府决定将国际机场 由九龙市区九龙城那里 一搬到大嶼山赤立国那里 于是就开始筹建 一座由香港九龙市区 横跨过青衣马湾 然后直达赤立国国际机场的青马大桥 为什么这个大桥叫青马大桥呢 因为它横跨青衣马湾 所以就叫做青马大桥 这一条就是池名中外的青马大桥 这条青马大桥虽然建筑的时间比较迟 但可以说是后来居上的 因为它是现时全世界最长的行车 和铁路合一的吊桥来的 这条青马大桥呢 足处有成2.2公里那么长 而它是离开海面 足处有62米那么高 非常之壮观的 自从呢 在1997年的5月 这条青马大桥落成通车之后呢 它就成为赤立国际机场 通往香港九龙市区的交通大动物 而在这个迪士尼乐园落成啟用之后呢 一批又一批那些要前往这个乐园 游换尋梦的人呢 都要通过这座青马大桥呢 然后才可以去到他们梦幻乐园呢 不单止这样哦 在这条青马大桥的旁边呢 还建了一条是丁九桥的 这座丁九桥呢 就是由九龙青衣一路通往的 新界北部 即是元朗啊十八乡这些地方的 主要交通干道来的 那这条丁九桥规模呢 虽然比不上青马大桥呢 但是呢 亦都相当可观的 从省港澳这三座城市的 发展过程当中呢 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到 当一座城市的发展 是达到饱和 而又继续需要扩充的话呢 就一定要搭桥铺路了 这样呢 才可以将新的发展区域 和原有的城市呢 是连接一气 这样呢 除了可以将城市的面积 是带为扩大之外呢 还可以替城市呢 带来新的活力 新的元素 这样看起来 搭桥铺路 真是呢 越多越好的 семь河 红楼座 美人生 一观的新的签 近年开吴 一观的新的白色 一观的新的白色